社会焦点来看到高雄深夜不平静 22号深夜高雄小港区传出了移工斗殴事件 男子区也发生了扼煞杂电 两起案件总共有三个人受伤 不过最后消防及时案件系统都是以疾病带过 而不是显示创伤 难不成是警方为了要美化治安刻意隐瞒吗 对此警方也拿出了通报记录澄清 消防局则解释 队员第一时间前往现场查看 反对之后再更改 如果造成误会也表达歉意 斗殴现场血迹斑斑 远警赶紧将伤者送医 原来稍早前这里爆发移工斗殴 警方展开查气 只是夜晚不平静 不久后南子区也传出杂电攻击 大批远警围在仓库前 23号凌晨一点多 有二煞手持棍棒 跑来南子区南都东街的仓库杂电 造成两人受伤 两起案件警方火速通报 将伤者送医 只是后续尽衍生争议 消防局及时案件系统上 南子区砸车事件 伤者是因为疾病送医 至于小港区移工斗殴 也是以疾病带过 一般而言 消防局及时案件系统指的疾病 是指生病 打架刀伤枪伤则显示创伤 难不成这本该公开透明的派遣资讯 是警方为了美化治安而刻意隐瞒吗 对此两个分局纷纷拿出通报记录 以正视听 那既然警方没问题 恐怕是消防这一方出状况 今年9月份 前证已息外泄事件 消防局才因为刻意隐瞒讯息 遭多方指责 市长陈其迈也亲上火线致歉 没想到这回又爆出疑似隐瞒 如今消防局诸多解释 恐怕仍让民众无法信服 记得谢凯 张春明 王秀成 柯晨昊 跟我们报道